弟兄姐妹们早安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读西伯来书 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让我们一起来念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就把自己献为了祭 好除掉罪 按着命定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耶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呢 基督为我们成为了更美的祭物来赎罪 最重要的经文我写的是 第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我的想法是 感谢耶稣他爱我 就爱我到底 不但为我完成了灵的救恩 脱离了罪的捆绑 很快的他还要再一次向我显现 来使我的身体改变 成为复活的身体 能够与他永远同在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 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来到之前 我每天很有信心的相信 很兴奋的盼望等候 并且告诉我四周的人这样的好消息 这样的等候会让我得着信心的果效 就是我魂的救恩正在彼得前书一章九节 为着耶稣的爱 为我这样完美的灵魂体的救恩的安排 我感谢神 求神给我信心 等候他的再一次显现 不要错过 阿们 那有什么要守的诫命呢 在这一节圣经里面 要守 要接受主的第一次显现的救恩 就是我们灵的救恩 带着盼望等候主的第二次显现 那么有什么应许呢 我们的应许就是灵里面 我们的罪会被除去 而且我们将来身体要得救 那可避免的罪就是 可以避免不接受救恩的罪 或是不蒙拯救的罪 有什么可以应用呢 因着主耶稣要第二次显现 我要积极的参加幸福小组 努力的传福音 叫基督第一次显现的果效 也就是我灵的救恩 能够灵到更多的人 我自己也要急行等候 与爱慕主再次显现的人 一起等候 参与读经马拉松 和每天为小区的家人 祷告守望 等候主的第二次显现 来接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里 那对上帝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经文说耶稣第一次显现 应该是显现给所有的人 但是这节经文说 他只是担当多人的罪 而不是担当所有人的罪 因为只有局限于那些 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 但是第二次显现不一样 只显现给接受他 并等候他的人 而不是所有的人 这个等候不是呆呆的 什么都不做的空等 乃是带着盼望的 把世界的残累都放下的 兴奋的去告诉所有的人 我要回家的等候 愿我们每一天都保持了 兴奋的等候的心 盼望基督第二次的显现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为着你这样完美的救恩 灵魂体完美的救恩 我们来感谢你 主啊愿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警醒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还没有得救的best 为我们的自己 主啊我们每一天 警醒守望 主啊愿我们当中 每一位 我们都得到你灵魂体 完全的救恩 每一位 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家 我们都要再一次见面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在我们身上 得到你当得的荣耀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